究竟这么美的地方 并且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列为世界遗产的地方究竟在哪 我们请星爸星妈来介绍一下 大家好 我是星爸 我是星妈 小人在哪里 星星在这里 还在这里 不在这里 好了 看到了 可以了可以了 今天站在这里来是北越夏洛湾 那我们上一集有介绍中越的县港 那如果没看过的可以去看一下 在这边 这边 县港也很漂亮哦 不过我们今天是要去北越的夏洛湾 夏洛湾 对 有人要去找谁啊 是不是有人要去找 有找龙吾 龙吾跟我很熟 跟你很熟哦 人家是南越的 我们现在要去北越是不一样好不好 南北一家都一样 一定有很多观众已经去过夏洛湾 他不妨就是跟着我们再去走走看看 看有跟你去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 对 就顺便回应一下 那没去过等一下怎样 就跟着我们走咯 走咯 然后我们今天搭的是月子航空 他算是越南的传统航空 他不是廉价航空的 他有包餐 不过他没有萤幕 这边就是月竹航空 我觉得绿色蓝色淡蓝色 我觉得好清新的感觉 还蛮舒服的 绿色就是竹子啊 头等船喔 头等船走啊 走啊 这我们的啊 我买了 不是吧 真的吗 谢谢 就是嘛 你不要想这样子就给我头等船 这个不是头等船吗 只是他就只有拍这一张照片 看了过瘾就好啦 看了过瘾就好啦 我们是第一个上飞机了 哇 所以他们还在休息啦 乱床 太早来了 过瘾 过瘾了吧 就是前面六八个位置 只要没有人赶快去坐吧 你为什么每次叫我 那自己都不去呢 你都说借我坐一下 你又被人家赶下飞机了 没有人家赶快去 没人家赶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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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这个 对 越族航空的这个 网路 就出现了 然后其实你就可以选 movie TV 音乐 游戏 所以就是 他真的就是 算是一般航空公司 他不是联航 对啊 他还是有东西可以让你看 然后我觉得也不错啊 坐在 可以让你手机联动的话 就是 你可以看自己的 我觉得 只是小了一点 就是建议带船板 夏龙湾位于越南东北部 由于夏龙湾没有机场 我们需搭乘两个半小时飞机 先前往河内机场 再搭车前往夏龙市 夏龙湾有世界七大奇景 及海上桂林之称 也是一生必来一次的景点窝 等多久了 要多久有多久 所以让我拿到了 对啊 可是这些人在等什么啊 我发现这边 北越跟中越有点不一样 上次 中越那边是 签证那边关 康明旧 中越是那个中越吗 不是那个中越 你 双Q那个中越 以为每个人都认识中越 然后那个 我们这一次呢 虽然签证很快速的拿到了 可是我们这一次败在行李 我们有搭过说国际航空公司要这么久 半个小时拿不到行李 我们很幸运很早就拿到了 但是那个 别人的还在等 所以我们要继续等 出来了好热 热死我了 越南还是一样热 所以行李这么慢不是没有原因的 可能就是用这种车子 这种车一次只能再去咖 四咖 我们现在在这边睡一个晚上 明天要去夏龙市 而且它是先开好冷气耶 不错 这个可以可以加本可以 好 再来就是检查热水 来 然后马桶 然后介绍 来来来来 这里 这里平常 有时候 饭店不会有棗盆 可是今天的会有 那这几个多少只 这个是浴缸 你要卖多少钱 我要卖10块钱 行行行 来 倒了 这个这么亮 会送那种啾啾都不可以 以后会是古巴默 马桶 而且这个洗手的 是圆圆的 沙发同中会有两个 有冰箱 来我们打开看一下有什么 看看就可以冰东西 哇有啤酒耶 有毒 有毒 不是喝了有毒 是因为你要用钱来解毒 那跟绿化夹咧 绿化夹 拿一个毒 绿化夹比较毒 再来我们出发前往陆龙湾 再来我们出发前往陆龙湾 上厕所要不要钱 好像是如果你需要卫生子的话 就可以给他买一下 所以里面是没有卫生子的 没有里面没有卫生子 好 我们去那边去买一堆卫生子 还没卖 这应该都很便宜啦 就是大概那种一千块两千块 一千块两千块 订名真的 上厕所需要卫生子的就付一下钱 真的啦 我们来这边把一摊会钻 蛤 好那我们现在就是休息一下 下车尿尿 旁边好像有吃的 我们去看一下 那我们现在到的是鹿龙湾 来鹿龙湾记得要买鹿喔 不是那个鹿 有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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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现在是来这边坐船 明天才是去夏龙湾 来给大家看一下前面的风景 我们现在到的是鹿龙湾云龙生海园区 在鹿龙湾南侧十多公里的地方 还有一个比较热门的鹿龙湾长安生海园区 至于有什么差别我们带大家看一圈 再请有去过长安生海园区的观众底下留言一下 看哪里不同吧 对这个是两个人一台船 上船请记得穿旧生衣 不要像这两位到下船才发现旧生衣在椅子下面窝 鹿龙湾究竟有没有鹿龙呢 我们带大家去找尋鹿龙 你去看看哪里有鹿 哪里有鹿 不过这里真的好美喔 你看旁边 最美的就是这个景色 虽然说北越这个地方 好像跟上次我们那里中越的县港比起来 会觉得这边稍微的 没有像县港那边那么开发 建议一下这边要再一个屋檐 有道理喔 不要这么怕帅又怕那个好不好 你怎么都怕不要来 对呀都你 你怎么怕都帅 你看你要去游泳 来跟大家说一下鹿龙湾吧 鹿龙湾位于越南宁平省 与下龙湾的景色相似 差别在于鹿龙湾不靠海 因此被称为没有水的下龙湾 云龙湿地自然保护区 从宁平的小镇延伸超过3000公顷 是越南北部平原最大的湿地自然保护区 这里有千百种动植物 是保存相当完整的湿地生态 你问他一下那个外套那个电风扇哪里 你这有机关啊 这有风 从这里 你们这有 也有耶 都有耶 那我应该装在我的裤裆的 你看这边很漂亮 很漂亮 喔喔喔喔喔喔喔 好玩好玩 啊这好玩 是什么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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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刚放这个手势 啊刚刚他是不是为了在看什么东西 你要进香洞了 山洞在哪里了 在后面 在后面 快一点快一点快一点 我要进去了 哎有没有开冷气 应该有喔 山洞已经都会进去 对啊 这个山洞很漂亮 来 山洞在上面 就是这么近 我摸到了 哦 你在这里 好像会一直滴水 滴到 哈哈哈 他被滴到了 滴到我的头发 所以这个就是鹿龙 在这里 顺带一提2017年上映的电影《金刚骷髅岛》 部分的场景也是在云龙生态园区拍摄的窝 电影上映后更让鹿龙湾成为热门旅游圣地 我们来跟越南人聊天 要聊什么 我们来聊天 我们来聊天 像大山海圈 唱一首越南歌吗 你本来可以喊我 买天南歌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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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单方面书 我问他一些问题 他可以回答的 你划船划多久了 买天南哥 买天南高 五十五号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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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取餐啊 不是啊 这个翻译怎么有点问题 你觉得这行程好玩吗 好乐 什么会好玩 不好玩 為什麼我会这样 因为我觉得太乐 欸 這個行程说四十分钟 看你笑欸 我覺得有一個小時耶 第一次希望行程就是早點結束 趕快回去 我們現在到了第二個點 這是叫什麼市 這邊叫做必動市 這邊還比較特別耶 這邊呢 是叫做必動市 我們看一下這個名字 它是寫第四岡 其實就是必動市 那就是說 他們這邊有三個和尚 是從南部上來的 他們就是想找一個地方呢 好好的面接 然後他們就找到這個地方 就蓋這個必動市 然後就是這個寺廟 大致上就分下市、中市、上市 那我們就是要 就是要 明示我們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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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示我們 所以旁邊不要亂講 那個人不要亂講 我們現在就是要 一路往上爬 那上面大概是 聽導遊說是一百多街啦 那一百多街爬完 不知道 然後就會又虛脫了 你吃菠蘿蜜 快來吃菠蘿蜜 來來來來 還不用錢的快點 不是那個 來來來要吃 來來來要吃 來二十二十 二十 二十 二十塊 這個不能吃吧 就掉下 要要嗎 要嗎 那邊就有了 那上面一大堆 我也不知道拜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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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來求個平安的 所以這個應該是第一個寺廟 我們再往上走 總共幾個 你說台式中式華式之外還有 下次中式上式 然後再來 怎麼怪怪的 少衛中衛三衛 怎麼變成這樣講 再來就將軍了 別亂說 是少校總校賞校猜罪 好 我們繼續走 畢洞寺一稱畢洞古廟 建立於西元十世紀 至今約有一千年歷史 更有南天第二洞之稱 全寺沿著山壁而建 四面盤旋著山洞黃黃而上 記得選雙好爬山的鞋子 再來窩 這為什麼不能學 中越縣港那邊坐電梯啊 成星成星你懂嗎 所以中越的人都不成星 不是我不是這個意思 你看北市都扭卸我 挖洞給你跳 這就是中式了 中式華式華式就在上面了 這快到了 這還算蠻高的 這個地方很特別 但是如果下雨天的話 會滑啊 而且它旁邊 旁邊沒有扶手 好 到這邊而已 這到這裡而已 好了 滑四道了 滑四道了 這邊就是最高的地方 這上面這個廟房 是很簡單的 這還是木頭的 就是最原始的樣貌 都沒有在改 是的 畢洞古廟還有一個大特色 那就是建築全都為木造 沒有使用釘子 相當厲害 而我們現在看到最上層這座廟 侍奉的是觀音我 其實 整個來講 它不會到很長 然後抖一點點 是有一點點抖 所以其實大家 撐一下就上來 是等一下下去了怎麼辦 我要抱著它下去嗎 抱著我下去啊 好啦 走下來了 你是要說這很像什麼 很像仙殿七霞傳是不是 你不要再去透露自己的年紀 現在誰年輕人還玩過仙殿七霞傳 當初就用豆子版 就可以玩到這麼好玩的遊戲 你已經洩漏你的年齡了 你千萬不要再這樣做 那不要卡進去 你應該是要說 所以叫做CD寫線P-A-L Enter P-L-A-Y Enter 然後就可以進去遊戲了 這個人才是吧 我都聽不懂我在講什麼 不是這樣子嗎 我記得是這樣子啊 像不像 這邊就是有橋 然後有荷花 等一下站上去 然後就是幫你順利到的邊去 對啊 然後就可以送到哪邊 我們就可以去找破天車了 快點 今天是吃韓式料理喔 今天都是在拉車啦 所以 就從河內到下龍灣石這邊 是需要一段時間 我們要坐好久喔 真的 在車上已經睡了幾次 就下車尿尿了幾次 嗯 我們帶大家看一下菜色 這就是自助餐的菜色 看起來還蠻豐富的 這邊是青菜區 這把蠻脹口味的 再吃飯 這把蠻脹口味的 這個蠻脹口味的 這個蠻脹口味的 這個看起來還好 這個好 煎飯 生菜 這生菜要拿來包肉的 都拿幾片 怎麼那麼大 這是把豆子拿出來用好了 韓式飯飯 所以要裝飯 快點啦 有把豆子拿出來 啊 好大的晚風喔 這樣吃起來就特別的不一樣 韓國 這樣就是 它就是很多 菜 都已經調味好了 你就夾你想要的飯 然後菜 然後這樣就很像韓式飯飯 然後就有 那個辣醬嗎 辣醬也要拌在一起 就插在它 只是沒有過巴 不要吃這個 還有烤肉 配上生菜 生菜包具有花肉 一烤一烤 第一支了 第一支了啦 來 這是第二碗的飯店 哇 那個床好大 哇 很大耶 我們這次兩碗做的飯店 床形都算大 我們在飯店再休息一下 然後再來我們下去 下面還沒熱鬧的 哇 這邊就可以看到了 哇 哇 買的就是路邊在這邊用燙火烤的 像這是豬肉 這個不知道什麼茶 這個是雞肉 那我們先買半支 半支就是十萬 一南噸 大概台幣是一百三十左右 我要半支 有翻譯真好用 你覺得是雞嗎 那就是雞啊 等一下 欸 這是鴨耶 對啊 它看起來是鴨它不是雞耶 那這個是雞還是鴨 那這個是雞還是鴨 哪一個 是蝸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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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蝸 蛤蝸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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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蝸�蝸蝸蝸蝸�蝸�蝸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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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這樣子的亮度 3萬塊 大概台幣30-40塊 我們回飯店來享受一下 脆皮豬加烤鴨 好我們來吃一下 呱呱呱呱呱 打開 欸半隻就好多喔 看起來好多喔 這樣才兩百多塊 沒有這樣台幣才130塊 你不是說兩百多塊嗎 兩百多塊是整隻的 我們是買半隻就更多 除了樹葉之外 還有洋蔥 要找一個東西來種 這是洋蔥嗎 來 試毒 你又是我試毒 你在幹嘛 這什麼啊 來吃葉子 我吃不出來欸 天打吃一下 這好會不會有口感喔 這很像紙 因為它纖維紙非常厚 很粗 很像紙喔 它就是紙啊 不是啦 你去問老闆 很像筍子 可是很粗很粗的筍子 讓我試試看 你吃吃看 還不錯 還不錯 就講了一下 來來來 你吃你吃是不是紙 就是紙啊 可是它不是紙啦 它就是 有那種一點點筍子的味道 然後這個葉子是 誰會在那邊吃葉子啊 這越南人看到 就說這傻子對不對 現烤的捏 好吃耶 沒有加薑就好吃喔 這個是可以直接這樣吃 它不死鹹 有味道 但是你想要重口味一點 我覺得可以沾這個醬 這一家這樣比起來呢 會比較推薦買鴨肉 那這個的話 你就說我全都要皮 沒有啦 剛剛單吃皮的話 你有沒有聽到聲音 它真的是很脆 因為這就是 像脆皮燒肉那樣 它真的皮真的超級脆 價位來講算 真的是算便宜 對這個鴨肉很推薦 好了我要吃了 拜拜 哇明天見吧 明天見 拜拜 好的 那這集我們先到這邊 下一集我們要帶大家 去下龍灣搭船 跟欣賞其他下龍灣景點 如果還沒訂閱的觀眾 請先訂閱一下我們頻道 我 感謝大家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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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